欢迎收看财经Expresso 晚上好我是嘉炫 新闻开始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走向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风波疑似有升温的势头 导致亚太区的股市普遍受压 但索性马股今天在基金机构大力扶持下 全天写了2.21点以1757.24点挂收 在获利方面 马币对美元持续扬升 截至下午5点达4.2935令吉 马币对新元则下跌至3.1077令吉 紧接着有市场交易数据 外资新年大手笔买进了1亿4072万令吉 而本地机构及散户则分别竞卖出1亿2096万令吉 以及1976万令吉 紧接着有企业Black and White的单元 首先让我们来看数码网络DG截至今年6月30号为止的第二季业绩报告 该公司第二季的营业额减少了6%至15亿5248万令吉 而净利也因为服务收入减少 信贷机者就成本增加 而下跌了15%至3亿5889万令吉 该公司的董事部就建议派发每股四令吉60新的中期股息 数码网络的后付用户增加10万3000人 预付用户也提高至15万1000人 目前该公司的总用户人数冲上了1200万人 数码网络的首席执行员奥本穆迪就表示 虽然挑战重重但在预付后付企业以及新增物联网业务 推动互联网和数码服务认购下 公司将会有稳健的表现 接着有亚通的新闻 针对尼泊尔中央银行禁止亚通汇回股息的消息 亚通今天澄清说 旗下的安校公司的税务早已经解决 亚通强调买方瑞典特拉索尼拉电视公司 已经在尼泊尔有关当局指示下 进一步预先存进了136亿卢币 也就是大约5亿6300万令吉 这也意味着当中不再存有税务的问题 亚通也表示至今未接获任何禁令的通知 最后有银行业的新闻 较早前信业银行RGB Bank 以及大马银行M Bank宣布 获得国家银行批准 以进行独家合购洽商 大马银行的首席执行员 拿督苏莱曼今天就表示 双方正积极协商 进度符合预期 相信可以赶在下个月底的期限前完成磋商 根据国行的批准书 大马银行以及新业银行的合并活动 将全数以股票为主 不涉及现金 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